原标题 越南在中越战争打响前是狂妄的 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特别在老街 越南军队凭借着纵横交错的坚固攻势 特别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帮助构筑的坑道攻势 配置了立体机枪和火炮体系 火力配备非常强大 拿下老街 是解放军打开纵深的大门 更是击溃越南政府 所谓军事强国论调的关键所在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解放军四十师 一百一十八团一颖 在勇敢的解放军和强大火力攻击下 越军很快被冲垮 走了最后一道防线 纷纷抱头鼠窜 向丛林和坑的逃命 最后清剿残兵的战斗开始了 越军残兵都龟缩到坑道里 这个永备攻势是我军当年抗美援越时帮助建造的 从设计到施工 都有我工程编译手建 成 后来越南为了反华 又进行了改进 现在的永备攻势可谓能手能工 具有较好的三防功能 而且隐藏了许多鬼炮 对我军造成了很大伤亡 很快 我军完全控制了坑道洞口 而且 国内军事参谋机构 已经把这个坑道攻势的设计图送到了前线 原因很简单 这个坑道攻势 本来就是我军援助设计构建的 在武力攻击之前 我军首先进行了政治攻势 对坑道那越军进行喊话 督促其尽快投降 但是顽固的越军竟然不为所动 不断冷枪冷炮 继续伤害我方士兵 很快 后方上来了工兵 防化兵和喷火兵 根据提供的设计的图纸 很快就找到了通风口 对坑道进行了破坏性摧毁 至于坑道那两百多顽固不坏的越军士兵 也随之被彻底歼灭 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闭吧 忘恩负义的下场既是可悲的又是可笑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